每个孩子都是宝贝 不过今天还是传出了在台中县的东市地区 有一名51岁的妈妈 可能是经济压力太大 缴不起房租被房东断水而因此想不开 企图带着孩子要寻短 虽然最后她后悔了自己打电话跟警方去求救 不过由于是高风险的家庭 这位妈妈除了要强制就医之外 孩子也要暂时的分开安置 小男孩向警方大喊不想死 原本要带她一起结束生命的母亲坐在地上 女警上前劝阻 云警好说歹说 赶紧移走女子买来的木炭等工具 警方查出51岁的妇人和丈夫的异议之后 和同居人生下这个孩子 自己独立照顾 不过找不到工作只能激欠房租 房东说妇人已经多次出现这样的举动 警方在接护母亲自己报案之后 和社工一起破门进入 及时阻止悲剧的发生 而社会局表示 已经将这名个案列为高风险家庭 每个月都会进行一到两次的突击探访 最近男同向社工表示 妈妈不乖 常买木炭回家 已经被列为观察对象 社工这回即使阻止悲剧的发生 除了带着赖姓妇人强制就医 她原本要求和小孩同住在一起 不过社工认为六岁男同有安全疑虑 先暂时将他们分开安置 并对这名妇人进行心理辅导 记得林建生彭换群 台中报导 会呈现由万不许备 决定辑的地方 我们就需要找到美国 事件一切 加了 同一个 咱们